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阿肯定妮的名字 今天带大家看的是一部冷门国产佳作《那山,那人,那狗》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 中国湖南的边陲乡村里 这个年代,大山里的人想要跟别人联系 依靠的就是乡村有地员的一双腿 今天是儿子接班送信的第一天 刚退休的父亲放心不下 奈何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背着重重的邮包拔身涉水 很快儿子就背上邮包出发了 可父亲昔日的送信伙伴老二却怎么也不愿意跟他走 此时父亲有了主意,他回屋拿上帽子穿戴好也出了门 要陪儿子走他的第一趟,也是自己的最后一趟 两个人基本上不太说话 走过了乡间小路,又跨过了水上石桥 日头大了起来,儿子渐渐感觉有点累 可父亲走了几十年都背得动 自己可不能被看清了 还是父亲先开口要停下来休息 气氛略显尴尬 因为父亲不常回家,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有些大 说是父子,但儿子其实挺怕父亲 连生爸也没叫几声 休整好后,两人一狗再度出发 也许是想证明自己不会输给他 儿子埋头前进,越走越快 没一会儿父亲跟老二都不见了 儿子又往前走了一步 终究还是放心不下 把油包放在地上就匆忙往回赶 好在没出什么大事 很快父子俩就到了第一个村子 儿子本想着会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 但实际上村委会异常冷清 没一会儿秘书到了 父亲跟他说自己要退休了 秘书觉得很是可惜 外头来的医生老师都成了劳模 只有他一个人到退休,还是默默无闻 父亲叹了口气 其实上面有过表扬信 但哪有自己给自己投递表扬信的 虽然他这样说 但儿子还是从他的话里听出了失落 父子俩决定出门去等秘书 没想到一出去就被包围了 本来很是七大的儿子却突然害羞起来 从秘书这里拿到信之后 两人上路了 村民们一直送到村口望着他俩远去 出村之后 父子俩的关系好像静了一些 儿子问道 为什么这些人要住在山里 父亲回答 因为山里的人都是神仙的后代 其实母亲就是山里人 当年放牛的时候崴了脚 送信的父亲把他背下了山 爱情就在两个年轻人之间发生了 很快到了下一个村子 父亲叮嘱着送信要注意的事情 马上要进村的时候 却拐到了小路上 两人一路走到五婆家 父亲掏出一封信交给他 老人把信封里的十块钱拿出来之后 把包钱的白纸递给了父亲 说了一句 念吧 原来五婆的儿媳难产去世 自己把孙子拉扯大 可是他考上大学出村之后 每年只计回一张贺卡和汇款单 就连父亲去世都没回来 五婆哭儿子想孙子 就这么忙了眼睛 为了安慰他 父亲总是这样念着一封不存在的信 以后这样的事情就要儿子来做了 从五婆家出来之后 父子俩又谈起了这件事 儿子认为关键点还在五婆的孙子身上 要是有地缘不是自己 那五婆又该怎么办呢 他的想法是好的 可五婆的孙子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 实际上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 父子俩一路前进 马上就要到落脚的村子 绿油油的田边 出现了一位波萨农药的洞族姑娘 姑娘说村子知道香油缘要来 特意选在了今天办喜酒 三人有说有笑往村子里走去 晚上就是盛大的篝火晚会 即晚酒下肚 父亲看着跳舞的年轻人 自己的爱情也浮现在了眼前 这些年的巨少离多 自己始终亏欠了棋子 第二天从寨子里出来 两人继续赶路 山下的路有班车经过 儿子抱怨到可以搭便车 再不计还可以掏钱坐车 可父亲却说 油路就是油路 不要总想着投机取巧 父子俩走到一条西边 往日父亲为了省八里路 直接汤水 冰凉的汐水 才让他的腿落下了病 儿子倒是斗志昂扬 还劝说父亲可以享受一次了 当父亲趴在儿子背上的时候 心里五味杂陈 将其多年前 儿子骑在肩头的场景 情不自禁落下泪来 自己干了一辈子香油缘 多数时间都不在家 也只收到过一封信 那就是孩子出生当天 妻子寄来的 儿子成长 自己很少参与 当父亲的有些愧疚 儿子也理解了父亲的不容易 二人启程上路 走到一处陡峭的山坡下 老二叫唤了两声 就有绳子扔下来 原来有次父亲送信时 滚下了山坡 所以村子里的老人 估摸着他要来的时间 就让孙子来这儿等着 辍学的男孩 想要自学去上新闻系 他在另一个山头 喊出了好消息 因为功课不错 老师退了学费 要供他直到毕业 男孩承诺之后 会来采访父子俩 听到这话的父亲有些失落 只是自己最后的一趟了 想到这儿 他不再说话 远处一阵悠扬的山歌声传来 父亲突然问起那个洞族姑娘 儿子虽然挺喜欢 但是他却不想再找一个山里姑娘 因为母亲就是山里人 出山之后想了一辈子家 儿子想起之前也曾问过母亲 为什么山里人要住在山里 母亲回答说 就像脚穿在鞋里 舒服 听完这话 父亲沉默了 妻子跟了自己 也等了一辈子 父子俩走到一趟木桥 准备歇会儿子让他休息 自己去送信 可信刚一拿出来 就被风刮走 推脚不好的父亲 本能地窜出去追信 对于香油园来说 信永远是最重要的 西洋西下 这段路程已经要结尾了 和儿子还是不懂 那些人为什么要住在山里 除了山没别的 父亲却说有想头 人有了想头 就什么都有了 昏暗的灯光下 父子俩整理着邮包 儿子也跟父亲说了村里的事 叮嘱他不要再下水 说完就上床睡觉 父亲看着儿子年轻的脸庞 想起妻子 带着孩子在桥头 等自己回家的场景 觉得由衷的欣慰 这一段路已经陪儿子走完 他也该退休了 又是一个清晨 儿子从睡眠中醒来 收拾完之后 俐落的背上邮包出了门 老二跟了两步 又折了回来 和父亲告别之后 像一只剑一样窜了出去 那山那人那狗 改编自同名小说 电影给人一种 失以朦胧的美感 讲的是父子亲情 也有人生道理 画面纯粹又干净 当时的刘烨 还是忠悉一名大二的学生 非常的青涩 却淳朴 电影票房惨败 国内发行几乎等于零 然而在日本 却成了现象级爆款 票房居然超过8亿日元 现今在豆瓣 如今依然保持了8.6的高分 虽然是1999年的作品 不过即使现在来看 给人的感动 依然是细腻绵长 电影中漂亮的风景 也非常值得静下心来一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